看看新闻网 随着3月4号张艺谋恩师吴天明的去世 这几天的演艺圈又弥漫着一股悲伤的氛围 过去这段时间 不管是国内国外 不少艺术家接连离世 看起来是偶然 但实际上这其中也有一些必然的成分 在吴天明导演去世的同一天 长春电影制片场老一代艺术家 同时也是中国文艺史上 第一代白毛女的林白女士 同样嫁贺西去 享年91岁 至此2014开年以来 中国影坛已经送走了多位名人 1月7日 香港电影大亨邵逸夫离世 1月31日 六小灵童的父亲六灵童离世 2月4日 老戏古武马离世 据不完全统计 平均每5天一人 华语演艺圈总计13位名人 相继告别了我们 离别来得如此突然 这中间很多老艺术家属于自然病逝 手中正寝 但也有一些是猝然去世 1月2日 年仅47岁的小马奔腾公司 老总李明 心机梗涩去世 2月20日 导演陆雪长 3月4日 导演吴天明 无不都是猝然去世 给业内留下了不少遗憾 我觉得是可能跟这个总体环境还是有关系 另外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竞争过于残酷 太多的压力就集中在这个导演一个人身上 我觉得这个真是无法承受的一种重量 卡拉士条狗的导演陆雪长 在某次看片后突感身体不适 吴天明去世前一刻还在工作室研读剧本 57岁的女导演袁慕女 在参加某会议时 心脏病发突然去世 这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 导演这个群体的亚健康问题 曾有人说 在中国当导演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用权力无限这个词形容绝不为过 但实际上导演的地位正在不断遭到挑战 随着电影变得工业化市场化 他们不得不担起票房的责任 接受出评人制片人的拷问 你比如说该筹资这个方面 本来应该是制片人的责任 那么导演现在也要去跟人吃吃喝喝 这二十年东奔西走 四处喝头求人 喝大酒找钱 然后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导演他不能往往说集中思想 他就是要协调这个剧组当中的 方方面面的工作 他其实已经有很久没有睡过 就每天基本就是三四个小时 很长时间的 另外就是比如像现在的这个预算很紧嘛 所以就是要使劲的拼命的压缩这个拍摄周期 二十天拍一部电影 几天拍一部电影 就是尽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最好的成果 我希望能改得及 从冯小刚到陆川再到赵薇 不管是从事导演已久的老人还是新生蛋 身心都承受着外界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实际上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演艺圈 在快节奏社会中打拼 承受强大压力的中老年人群 也越来越多爆发心脏病 心肌梗塞等症状 为此我们的记者走访相关医生 为大家送上专业的保健常识 有些人熬夜 这种能引起血管痙攣 猝死的发生率是很高的 要注意饮食运动 比如说多吃点粗粮 多吃点青菜 最好是不行 每天最少三千米以上 人要想健康 所以在衣食住行方面都要注意的 新闻在线的综合报道